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63年前 密集的轰炸机群曾经呼啸着美国平壤的伤口 总好投下42万8千倍炸弹 1950年10月20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站立平壤 站在这片满目创意的土地上 一位美国指挥官刚开到 这片巨大的废墟 即使再过一百年 也难以恢复 10月25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到格拉斯迈克拉瑟 以胜利者的姿态 在平壤机场举行阅兵式 十天前 他与美国总统渡入门 在威克岛会晤时曾断言 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 吉安市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鸭路江相望 是我国对朝三大口岸之一 1950年10月1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十三兵团 第四十二军先头部队 由副市长肖建飞率领 从吉安秘密度过的雅鲁乡 这支最早入朝的志愿军先遣队 过降的地点 由第四十二军军长胡锐林 亲自选定 搭到福桥 后来说这个福桥水很深 就那瘸子军长 他就玩起裤子来 就到江里头去趟 哪个地方最浅 我们从哪里过 在上游他找到一个地方 就铺了很多石条 夜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江了 10月16号 一晚上就过了吉安的大桥 等到下半夜 就到了满坡 隔江就是满坡 现前被肩服的任务是 深入朝鲜境内三十公里 进行先机侦查 为后续大部队开立通道 10月19日晚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秘密入朝的 第十三兵团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第四十二 四个军 保着绵绵细雨 分别从中朝边境的安东 长殿河口 及吉安渡口 陆续跨过亚禄江 总兵力达25.5万人 我们这个团呢 一直到了江边 大家很高兴 压入江湖 水很干净 碰碰碰碰碰的 喝一喝 大家喝了说 这是壮行酒 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走的桥的中间 有一个二十厘米白线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迈过这条线呢 就到了朝鲜 就离开我们祖国了 所以这个过了这条线以后呢 大家都情不知尽地 回头啊 去看一看这个丹总 我还有其他的 坚决要求到朝鲜前线的女同志 不是一时冲动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要保卫新中国 因为都是夜里新军 白天都在山林里面了 我穿的和男同志一样的军装 有两个辫子呢 是飞在帽子里面的 就覆潮参参 为了更好的隐蔽结底 志愿军入朝部队 除掉衣服上的所有中文雕纸 有的则直接换上了 朝鲜人民军的服装 没有军旗做前倒 没有军歌壮胜威 队伍怀揣着坚定的信仰 悄然前行 从迈出国门的这一刻起 他们的命运 就与一场即将发生在 异国他乡的残酷战争 直面邂逅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面 我说活计啊 他怎么了 咱们要出国了 是 要出国了 要离开家了 谁都明白 离开这家 多少天能回来 不知道 我们俩人并快走在前面 打羊马啊 老老实实跟着我走 我们卖的布啊 很沉重 沉重什么去就叫做 真意重打 我们志愿军队出国 这战事 把它编成顺口都说 每一地好比一把火 烧了朝鲜 烧中国 中国邻居快救火 救朝鲜 就是救中国 这首歌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无数志愿军将士 正是唱的这首歌 奔赴战场 雨雪沙地 这首歌 也激励过国内的无数人民群众 投身于轰轰烈烈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伟大事业当中 他的辞作者 正是首批入朝士兵中的医院 10月19号 入朝 在入朝前半个月 开世事大会 写这个出政誓词 就表决心吧 我很受教育 昨天那写的什么 这一天呢 吃饭讲的也不太香 睡觉也睡不好 老论琢磨 那一天晚上 哪里这 雨声 声哟哟起 横渡压口江 保和平 为主我 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 亲心团结结 抗美援朝鲜 打败美帝的新郎 一个月后 人民日报 看到了马福瑶的这首诗 著名音乐家周薇志看到后 仅用半个小时 就谱出了曲子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就这样 在不经意间 被创作了出来 我是看这个词很好 简短有力嘛 那样的话比较全面 看着马上很喜欢这些 上口要有劲儿了 你想 熊九九七 那样 不行 你说慢的都不多 不味道就不一样 熊九九七 哐 那样 他就这样 曲名 因为我原来是打败美帝也行 了 后来改成资源军战作 2013年3月2日 摄制组在朝鲜 咸井南道 长津湖地区 寻访战场遗址 当年 长津一以游击队员 时任第二次军 172团 杨根斯部队向导的 黄庆哲 曾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 高唱过这首战歌 在志愿军度 河浦江的半日 毛泽东就以中央军为主席的名义 向中央各大区发点 特别强调出兵之事 几个月内只做不说 10月25日 26日 志愿军第50军 第66军 也紧随先前部队入朝参战 几十万大军 仅一周的时间 就悄无声息的飞跨了雅鲁江 在战料上 战役上要绝对保佑 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 要免地开进 不走大路 走山间小路 物仙殿静落 晚上行啊 已到扶晓之前 都听起来 要秘密接地 所以这是最成功的一招 从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起 志愿军就给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 一个连长 在那个瓦礼里面 看了一个小孩在那哭泣 没人管了 抱起来 很小的小孩 他把他抱起来 把棉袄解开了 抱在怀里了 很多战士都哭啊 以后就明白了 什么叫抗美援朝 保家为国 对抗美援朝的意义啊 通过过满谱那地方 就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朝鲜民军 朝鲜民军 见着我们就问 有没有飞机 彭说没有 有没有大炮 没有 唐克 没有 他就说了一句 现在这个印象深的 这就是朝鲜话 说亚伯尔拿少 亚伯尔拿少的意思呢 就是够呛 为了尽早掌握全局 支援军司令员彭德怀 先一大部队几个小时 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出发前 他向邓华和洪学志交代 敌人北犯甚急 平壤可能要失守 我得马上过去 会见金日成首相 你们几位随四十军行动 不能出半点疲劳 彭老总 他和我两个警卫员 坐一个机会车 又带了一部电台 报务员 回忆电员 七个人 又崔伦处长带着 坐一个大踏车 在后边 所以就这样 在部队闲头 就入了潮了 班也没带 医生也没带 说话也不懂 在艰难的前进途中 再有电台的卡车掉队了 刚到朝鲜的新义州 彭德怀见到了 早已等候在此的朝方向导 外向朴县勇 1950年10月21日 早上六时 入朝第三天 彭德怀 在一处名叫 大洞的小村庄 一间民房里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金日成 首次会面了 10月21日下午 彭德怀那部掉队的电台车 也驶进了这个小村庄 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 发取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 显然 出国前商定的 以防御战为主的作战防针已无法实施 毛泽东当机立断 放弃原定计划 改取以运动战为主 与部分战地战 游击战相结合的防针 此刻 志愿军各级指挥员 正仅凭一张地图 艰难寻找着预先指定的作战位置 为了保持行军安全 行进部队实施的是无限电静默 他们和彭德怀一度失去了联系 战役 即兴军 有的时候一晚上跑几次步 几千米 个别的时候能跑万米 我说句不好听话 人家说你哭嘛 没有时间哭了都 有的时候被那个 建到公路上的那些坑坑洼洼 绊倒了 爬起来以后 不论摔得多疼 也不会去擦眼泪 何灵灯 十任志愿军 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 军长吴信全的艾将 十月二十二日晚九点半钟 第三十九军军指挥部的六辆车 刚刚通过亚鲁江大桥 坐在二号车上的何灵灯提出 一号车目标太大 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 一个小时后 意外发生 和灵灯是先到这个朝鲜 去了解情况 然后回来带部队入朝 晚上行程 汽车走路不打灯吗 打开灯以后 美国的飞机在上面 就发现了 扑冲下来 那个飞机恰恰恰在头顶上 飞得很低 声音很小 飞机就烧车一下 太巧了 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 昨晚十九时半 由安东过亚鲁江 二十四时半 遭敌机空袭 何灵灯处长不幸牺牲 无限哀痛 十年三十三岁的何灵灯 牺牲后 被暗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 他也是志愿军入朝 团以上干部中 牺牲的第一个人 在何灵灯牺牲以前后 志愿军第四十军 左翼先头部队 第118时 在市长邓岳和政委张玉华的带领下 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激行军 无意间走到了这个小村庄 在路口不远处 几个身穿泥子服的人民军哨兵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们判断三十人民军 管什么不得就问 他说我们是 定律庄首相的 定位得 他说是非常小心 问我 谁能不能点击定首相啊 爱说 走一过去 上面指示 你请示也请示不到了 你去点你的首相 人家和中国人 是样的珍重嘛 我看文言超清 就指示 这个不够犯错吧 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的杨凤安 向人民军说明情况 将邓岳和张玉华 领到了彭德怀的住处 彭老总啊 非常高兴啊 说你们吃饭里 给他们倒水 把电报 切炒里 给他们看 摇摇八十 市长看了 给政委看 那以后 说你们啊 在那个地方啊 你们隐蔽起来 敌人过去 你们堵住 把他切断 彭德怀迅速 给第118师 部署具体人物 在温景伊北舍府 歼灭冒进敌人 掩护军主力集结展开 半个小时之后 第118师跑步 奔赴战场 温景 临行使 在市长邓岳的坚持下 给彭德怀留下一个连 做警卫 同一天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一封 非常具体的长电报 总方真实 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 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大鱼洞 朝鲜北部一处 废弃的矿洞 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的 一条深沟里 距离平壤 约五个小时的车程 如今的矿洞 破败而荒凉 平常很少有人会来到这里 只是 因为我们的到来 才破例开放 1950年10月24日 第13兵团指挥机关 赶到大鱼洞 与彭德怀会合 由于军情紧急 中央决定 第13兵团 直接改为支援军司令部 邓华 任支援军副司令员 兼副政治委员 洪学智 韩贤楚 任支援军副司令员 谢芳 任参谋长 杜平 任政治部主任 指挥部 就建在大鱼洞 这个距离最前沿部队 不足20里的废弃矿洞力 10月25日凌晨 在支援军第一次作战会议上 根据毛泽东的电报指示 志愿军司令部决定 采取东顶西打 即以部分兵力 钳制东线之地 集中主力于西线的作战计划 1950年10月25日 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东西两线战场同时打响 这一天 也因此被确定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 出国纪念日 上午7时 在西线战场 云山城 北尖洞南山 以玉米攻击线阵地 志愿军第四十军 三六领团三连 和南朝县第一师 展开一场遭遇战 三连 坚守阵地三天三亿 面对二十多名南朝县士兵 战至石宝山 乘向一群 打向了手中的爆破坡 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 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 温景 朝鲜北部山区的门户 根据彭德怀的部署 第118师 邓岳师长 率部已于十月二十四日晚 在温景 至北镇之间 布设口袋 构筑工事 大部队部兵都进了以后 我们一块儿保卫前面的 先头部队放过去 然后又过十几辆 将近二十辆汽车 把汽车也放过去 以后就等着步兵进来 进入第118师伏击圈的 是南朝县第六师第二团 整个队伍因缺乏戒备 而陷得拖沓 蔓延公路足足好几公里 先头部队直接闯入第118师的指挥部主地 我们这边这个师部的机关 就立刻的紧急的疏散 散离有力地形 利用手中现有用武器 和第一的先头部队开战 战斗打响后 第118师以篮头结尾 斩妖的战法 在温景至北城的路上 悬前南朝县第六师第二团 一个加强营 傍晚又乘胜占领温景 切断了已进至楚山谷场的 南朝县军退路 是安旧报告了蓬中 说是肉包子我吃的 这是个代号 就是说来叠了肉包子我吃的 蓬中非常高兴 傍晚叠了一个美国顾问 打死了一个 我也和他和他说话 我说R就是英格里奇 他说阿米利卡 他是美国人 美国的顾问 最后这顾问 送到志愿军总部去 北志愿军俘虏的美军顾问 在审讯中 曾用两句话 描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仗 前头拦住 后尾截住 仅靠两条腿前行的第42军 能够在预定时间 抢占黄曹岭了 战士们用血肉之躯 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东线战场 志愿军第42军接到的命令是 在黄曹岭复战岭足迹敌人 黄曹岭 位于长白山脉南路的长津湖地区 海拔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 大小山峰纵横棉根 丛林密布 蜿蜒于峡谷地带的公路 长达四十余公里 使兵甲地争之地 按照战前部数 第42军的两个师 必须在敌人之前赶到这里 这事很紧张 但是从亚洛江边下我们那个地方 一直到黄曹岭四百公里 而且白天不能走 白天美国的侦察机 它暴露目标 只有晚上 那一晚上啊 最快的速度 也就是六七十公里 那不得了了 等此时 仅靠两条腿前进的第42军 能够赶在对手之前 抢占黄曹岭吗 那吴军长想了一个点子 其中的两辆汽车 就派一个副市长 带着侦察队 带了一台电台啊 说你们就是 白天晚上都不能停 有飞机炸你也不要管 你们就先往前冲 首先要联络上人民军 出去不远 就碰上了这个超级人民军 此人 正是朝鲜人民军的二号人物 副主席次帅崔庸健 1922年 崔庸健曾流亡到中国 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1925年 出任黄埔军校的区队长 并参加了广州起义 后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 第七军军长职务 1948年8月回国 十年50岁的崔庸健 正在养伤 他就问了 监督部队到哪儿了 他说监督部队走了三天 到了南普了 现在还有二百多里路 后续主力正在台区 强行军了 向东线寄进 他说不行啊 他说美军在闲情啊 向陆战亦都是机械化部队啊 有一个不远如果他们 这个抢先占领阵阵阵队就麻烦了 他马上告诉金少年 你动员当地的党军军民 马上坐二十辆卡车 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进去 我们的十年连长姓盖 这个人很能打仗的 他也很精 他也听说是有气才来了 他就没有 也没有管理营长的名 就在这上车 这个我们十年都赶紧上车了 二十辆严重超载的卡车 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 急速驶向黄曹岭 10月24日夜 第42军三鸡酒团二营 顺利抵达黄曹岭地区的 烟台风 松荣洞 龙水洞泥县 并于10月25日浮晓进入阻击阵地 战士们在极度疲劳中 立刻开始修筑简易攻势 山上那个攻势还没挖得好呢 就看韩国的军队都是汽车 停到公路边上就大摇大摆地往山上爬了 他就要站制高点嘛 但是他就是千想万想就想不到中国人来了 在敌人距离我阵地仅有十余米的地方 第370团二营四连的机枪射手朱匹克 打响了黄曹林阻击战的第一枪 一场残酷的阻击战 也在10月25日这一天拉开了序幕 两天后第42军主力1240和1260 以每夜步行45至60公里的强行军 全部到达指定的防御地区 第370团二营四连守卫的796.5阵地 是黄曹岭的南大墓 也是敌军前进与后撤的咽喉所在 战时打红眼啊 有的讲了三可烧十可碎 阵地绝不可丢 打的有的战时大锤打断 坚决不下火线 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 就拿包崩打在大上 不让它流出来 就坚持战斗 密集炮火的封锁 加上朝鲜北部气温的骤降 战至第三天 四连的战士们已经面临半尽粮绝的境地 上了荒草岭 开始断粮 没饭吃 荒草岭他们在真境上开土豆 我们装的那个荒草岭 那零下30度零下40度啊 那土豆冻的心都吃冰筷子 根本就没办法吃 所以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 用气来吼 吼 还化了一层肯 一层肯 就吃那 最终 以370团214连坚守阵地 三天两夜 杀伤敌人250名 全年阵亡14人 伤26人 以极小的代价赢取了胜利 战后 被志愿军总部 授予黄曹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坚守在副战领前沿队的第三七六团三营 将南朝鲜军一个团打垮 坚敌524人 在标高890米的烟台帮阵地上 第三七一团四连 也刺到每一海中的第一师 一个团的猛烈进攻 几战七个周夜后 连长 指导员和班长排长相继争奉 两百多人的联队 只剩下六名战士 几位声员 通信员 四号员等 共19人 在最危急的时刻 四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 我带你连长 大家跟我来 人在阵地在 他将所有弹药集中起来 平均分配 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 和一两颗手榴弹 并提议 子弹不够 就用石头拼 炮火之后 数百名美军 又冲向烟台风主风 在零散的枪声响起后 石头余电般地滚落下来 夜幕降临后 主风上传出阵阵号声 传递着英勇而悲壮的信息 烟台风还在我们手上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 烟台风阵地前 美军丢下二百多几尸体 而第三七妖团四连 仅剩十七人的阵地 窥然不动 战后 第三七妖团四连 被授予烟台风英雄连称号 张群生 容力一等功 皇朝礼 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灵 志愿军的英雄灵 在十三个昼夜的阻击战中 美王牌军陆战第一师 共伤亡两千余人 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 各种火炮八十多门 十一月六日晚 随着西线反击作战的结束 第四十二军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 于十一月七日凌晨撤出皇朝岭 转移至柳潭岭一带 组织防御准备再战 皇朝礼祖籍战 令第四十二军名扬海外 一九六一年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北京时 专程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 还特意询问了 皇朝礼英雄连的战绩 如今 第四十二军经过多次整编后 番号已改变为 第四十二集团军 驻防广东 由岭南雄师之称 当年第一二四师的 皇朝岭英雄连和燕台风英雄连 仍然是该集团军的两个拳头连队 这面旗子是志愿军四十二军 授云网年燕台风英雄连 流域称号时的旗子元件 这幅照片是当时受策式的合影 这是我年的联合 由我连全联官兵集体创作 抗美援朝的皇朝礼英战场上 大人家在福岐楼上 代替我连全联官兵集体创作 創作为 抗美援朝的黄曹岭战场上 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浇灌出的英雄旗帜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 如今依然先锋躲没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五十年不遇的严寒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崎湖上演了怎样壮烈的一幕 请收看探索发现播出的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第三集 深威大振 在黄曹岭基站震撼的时候 杜鲁门收到了一封远东司令部的电报 在电报中 麦格阿斯认为 战场上出现一些中国人 不值得大惊小怪 只有小股中国军队参战 后来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 懊恼地说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 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 于是战争开始了 十月三时 云山城内的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业 收到战况报告 敌人在云山四周急速前进 他们的部队在山脊上移动时 看上去好像整座山都在运动 此时美军骑兵第一师迅速向北增援 杀开一条血路 印马压路江 美国陆军骑兵第一师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战功显赫 官兵人人佩戴着码头图案的笔章 炫耀着曾经的辉煌 他们是美军第一批陆朝参战的地面部队 也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手中的王牌 11月1日 美军陆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进入云山城 几个小时之后 志愿军第39军炮兵观察所发现 云山城内的南朝险军有所异动 似乎有撤退的迹象 第39军军长吴信全当即立断 将原本19时发起进攻的计划 提前至下午15时30分 炮击声震荡着云山山谷 仅仅两小时 志愿军第39军就占领了云山城的外围阵地 南朝县第一师的两个团溃步成军 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也被打得措手不及 这时第39军才发现 对手竟然是美国人 军长吴信全对部下说 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 打他个人仰马翻 给全世界人民看 为了阻止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南逃 第1345团一部分兵力直扑其南逃的要道 诸如人巧 一个连的支援军 严肃而整齐的列队走向猪人桥 警戒该桥的美军士兵误以为 他们是南朝鲜军队没有查问就让其通过了 像军队下山一样一下就坐上去 把桥头就占领了 一共包括是群杆的也不到二十分公斤 就把这桥头攻下来了 北复的美军士兵对翻译说 他们的军官规定了可以投降的四个条件 一是没子弹了 二是没干粮了 三是联络中断了 四是突围不了了 现在他们符合投降的所有条件 在两昼夜里 美其兵第一师第八团的退路彻底封闭 来增援的美其兵第一师第五团 正一路向背 军里头跟我下的使命令 要组织住 保证这个军的主力 在勇散前面这个敌发团 我这个胆子不轻啊 我就把这个全团的这个北宝 就是承重的这个装备 全部都丢掉 逃顾了前面去抢战争 在龙头里主击战争 第三四三团一连首创我军一个连 歼灭美军一个连的反例 石德怀专门传用嘉奖了 这个一百多人的钢铁连队 而在云山城主战场 志愿军也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记录 我们要六十 绞互的是四架飞机 这在这个朝鲜战争纸上啊 纠正了四架 云山遭遇战 是中美在战场上的首次交锋 也开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以历史装备打击美军的成功战力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爱奇逊 对朝鲜战场的局势 表现出巨大的担忧 以致全新的骁勇善战的敌军 出现在战场上 而在大败美军之后 似乎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完全有可能像上次那样 卷土冲来 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阻拦 在第一次战役中 只有第三十八军出师不力 在首尖西川之地的计划中 由于第三十八军过分谨慎 运动迟缓 导致作战计划落空 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 有的说有一个土耳其旅 还有黑人团 由于对敌人不了解情况 从军里到下面 都有一个什么思想 沉出气 别盲撞 把星光闹清土 太大 结果滴跑了 我们老军长梁行初 还批评了 批评得很严厉 三十八军不是很能打仗吗 怎么这么一个仗都没打好 把敌人打跑了 你怎么打的 这三十八军军长表着就叹 我下一仗 我要是打不好的话 我你可以 我就到军法处去处理 十一月五日 联合国军全县后撤制 青川江泥县建立防御阵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以胜意宣告结束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是在朝鲜战局岌岌可危 志愿军仓促入朝情况下的交战 西方的军事学家们把这场战役称之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 他们曾这样总结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战术 中国军队远比迈克阿瑟所嘲弄的亚洲的乌合之众要机民老令 中国步兵除海地炮外没有装备更重的任何武器 但他们却能极好地控制火力 进攻美军和韩军的坚固阵地 尤其是在一月间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十三天 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 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取得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经验 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被随后的声音创造了有力条件 双族才能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